没有那个段尾就要想着揣摩一个大佬的心 知道吧 那个东西不是你能揣摩明白的 你只需要知道正确的行动路径是什么 守住守住守住 先看到复出 再往下进行 永远都错不了 明白吗 永远错不了的主旋律 他比你大那么多 他他妈臭不了脸 一把年纪 你管他是个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 你是冲着什么去的 你知道他先从什么点位上下 就这么简单 这真的是大刀之简 知道吗 不要任何时候不要想着先奉献 我告诉你们 奉献是什么 我在工作上面 我把我的职能做好 我把我的工作做到最好 做到极致 这就已经是我在奉献了 好不好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别的东西 多的东西 跟工作无关的东西 你先展现诚意 你一上来忽悠谁啊 那是忽悠一个算一个 做到极致 是不是忽悠一个算一个 是的 反正呢 这这这前面也不好忽悠 总有好忽悠的 对吧 谁是那个好忽悠的 谁就是那个白白皮的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 天天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有一些 我跟你们说 最害人的吧 就是很多 在市场里面很多人 他们压根就没见过几个大佬 还没见过几个 什么什么 哎呀 什么时候年入千万的男人 这个大哥 他见过几个呀 不是我说 他见过几个这种人 他跟几个这种人 坐到一张桌上吃过饭 跟几个这种人谈过业务 他啥都不知道 他啥都不懂 你知道吧 他们的那套逻辑就是 那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 跟免体条件 我不得往上扑一扑 我在往上扑一扑 才有机会 你有屁的机会 一扑一个空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 你能守得住自己 能稳得住 这个就是你跟别人的区别 因为大部分的人 他都是稳不住的 大部分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他都是冲泡灰 只有见过世面的人 他才能稳得住 他才敢于开口提条件 知道吗 因为他内心里 他首先上来在蔑视你 为什么蔑视你 你一个有围城的 一大半年纪 对吧 你出来泡小姑娘 张口就来呀 开口就泡 为什么蔑视你 你在外面玩 你在外面搞YC 你在外面去洗澡 去按摩 叫YC 找你出来陪你吃饭 不发红包 不包红包 就到我这了 搞个懂命 让我跟你怎么着 怎么着呢 我一看着就比别人便宜 我的面相看着 适合被外批 对不对 我手上上来 如果你跟我看中口 我就是蔑视你 我打心就看不起你 我就觉得你这种大佬 就在外面混得 就没尊严 你知道吧 你首先从内心里 你先把P某A一遍 不是说你一定要张口这么讲 但是你内心里要有这个架构在 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 大佬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对不对 这种不愿意付出的 你再大的身家 你越大的身家 你越不愿意付出 你在我心里就是食物类的底层 对吧 我还心想不知道多少女的被你骗了 什么舔着大脸出来玩 懂不懂 就要有这个状态出来 那就对了 对了 对了